我可能眼睛会有一点蜜今天 因为外面天气太好了 特别特别亮 hello大家好 我是外面员 今天呢 是延续之前的系列 然后拍的这么一个化妆的视频 我戴的隐形眼镜是这个 Suzi Gray 秀智灰 为什么我最近只戴这个呢 是因为我手头只有这个 可以把眼睛放大得很漂亮 今天呢 是一个 彩妆大赏 美妆大赏的上脸的这么一个视频 用的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我在美妆大赏里面提到的东西 出来的妆效呢 也是美妆大赏里面的那个妆效 然后因为彩妆工具的话呢 我今年最爱最爱用的呢 是这个是Fenty Beauty他们家出的这个 美妆蛋 然后洗回来 然后大概呢就会变成这么大 妆前我去年我买了一个大赏 但是我还是有最近爱用的妆前 是这样大赏呢 赏的是2019年 那这个妆前是我2020年的拿出来 用的所以在大赏的时候没有提到 但是现在呢反正大家看我顺便提一下 我觉得吧 这个 Bobbi Blanc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好用 很多很多人推特别特别的保湿 特别适合就是肌肤会干的人 在冬天啊秋天啊来使用 然后用美妆蛋上妆也很简单 这个美妆蛋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用得到它 像现在我在涂妆前也可以用到它 粉底也可以用到它 遮瑕也可以用到它 唯一的不好就是它会有一点吸粉 但是因为这个比Beauty Blender要软非常的多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的 然后现在呢整张脸就涂好了 这什么妆前 它有点黏黏的 我是根据滋润度来看 如果它很滋润的话 我就会涂在防晒的前面 如果它不是那么的滋润 不像面霜的质地的话 我就把它涂在防晒的后面 然后我现在就上了一下这个防晒 这个是最近才拿出来用的 但是Ali的防晒我之前说到过了 所以就没有什么再拿出来提的必要 有那么一丢丢的厚 但是对于秋冬的我来说 其实这种厚度是完全接受的 而且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呢就到了粉底夜的时刻 粉底呢我今天想要用的 是娇蓝的 500万 这瓶我先看到它说 我非常喜欢用的这一瓶 但是因为买的时候比现在要白 所以上脸可能会比我的皮肤要白 但没关系 我已经把我的脖子给遮住了 所以再看它的质地 很水很水 看到吗 它的流动性也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拍开 还有点点 这样会硬 然后呢用我们这样把它拍开 这个美妆蛋唯一真的是唯一的不好 就是它的鼻翼的那个部分 它没有一个尖头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说戳到你的 就是鼻翼两边 那个是 就是比较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除此之外 我其实整个美妆蛋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样呢就是全脸拍完的一个妆效 大家看一下 妆效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因为我最近的脸很干 因为用了这个巴比布朗的 他们家的这个 之后皮肤会变得更加的保水 更给这个粉底液造成了一种 你的皮肤 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妆感没有很厚 很能够接受的一个妆感 眉毛的话 其实我画眉毛的水平比较差 大家画眉的水平啊 教学啊什么的 还是去看别人的啊 不要看我的 好像花太长了 这小花特别脏的我搞的 他们家的这个眉粉 搭配着这个眉嫂 特别特别的好用 画眉毛的时候 不是合脚化 还是给手画 看着好黑哦 好凶 然后眉毛化完了以后呢 就先画眼妆 眼妆的眼部打底 我没有强调说 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但是我也有 只是我没有就是 就是很大推这样 我用的呢 是Fenty Beauty这款 有这个肯定比 没有这个好了 但是眼部打底 我还没有用到一个说 就是让我觉得 它可以改变 任何一款眼影的 上眼的那种感觉 就是用这个的 用这个的话 有些眼影 它该卡还是会卡 该晕不开 还是会晕不开 然后就到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我们的眼影最爱 想了想 虽然我眼影的大赏里面 最爱的也听到了很多 但是真真正正 每一次有一个特殊的场合 有一个想要表现 自己美貌的场合呢 我还是会拿出这一盘 Pimer Graph 如果你只想收一盘 收这盘就够了 当然我没有别的盘 我不能够 没有说试过别的 然后才选了这一盘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我有这一盘 我真的不需要再买 Pimer Graph 任何别的盘 因为这盘已经达到了 绝美的地步 它一共其实只有十个颜色 但它的量很足啊 不是说你用 一下下就可以把它用完的 它的量还是比较足的 颜色主要是颜色 特别特别的漂亮 好我现在用刷子呢 取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一点点 然后努力地拍掉雨粉 然后开始上眼 这个颜色呢 我喜欢就是 往大眼窝那里晕 就让整个眼窝都 晕出这个颜色 他们家的这个眼影 还是比较上色的 所以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点 看出来吗 然后我会在眼皮的部分 就是你的眼球的这个地方 再晕一点点 就是不要太晕到外面去了 就是晕到这里面这一层 然后呢 使用这边这个深一点的棕色 这个颜色特别上次 一定要一定要多调 涂到眼尾 然后把它往上面 上层晕一下 大家要注意啊 你的颜色 就是涂的颜色深和切 是要看的 因为我是单眼皮 所以我可以涂厚一点 因为我一睁开眼 就没有很多那个显色 但是有些是双眼皮的妹子 就要注意了 你就不能够像我这么四无忌惮的 涂就是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尤其人会觉得这样子的颜色 是那个不够日常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样子 不停不停不停 疯狂的云染 就能够达到一个 这样子比较rock'n'roll的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呢就到了下眼 我们在拍视频啊 你至少可以关个门吧 然后下眼瞼的部分呢 我们要上的颜色呢 是这个 凤凰斗 然后只涂到后圆尾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处 可以晕到可以晕到二分之一啊 但是主要这个颜色呢 要显在三分之一处 这个时候涂后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还没有涂遮瑕 我们可以拿遮瑕往上面铺 你可以稍微涂宽一点都不要担心 然后很关键 但是这个红色 这边有个红色 它这个红色有点细细的亮亮 那涂在眼下 就很好看 从二分之一处开始往前晕 看到眼下这个红红的一点点嘛 这个红红的一点点 可以有一那种提亮 不对 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看着楚楚动人 就是看着没有那么凶的感觉 因为 现在到现在我也是整个眼妆 都是用了比较很 比较浓郁的棕色嘛 所以眼妆看着会可能比较凶 然后用这个红色的这个 看着一调一点点颜色 就不会有那么的凶 因为它还有点点亮 所以这个颜色刚刚的 可以做眼下的一个提亮 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一点 然后到最美妙的时刻 这个时刻你可以用手 你也可以用刷子 但是因为我想要更上色的效果 所以我想用手 用你的手来选这个颜色 我在纸上压掉一些多余的 不然一些颗粒的那种 一下就涨去了 轻轻的压在眼皮正中央 往两边蹭那么一点点 绝美 这个光 oh my god 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太亮的话 你可以调自己的颜色 因为今天是周末 我可以不用管 我可以就是画的比较过夸张一点点 然后就这样 说颜色就要注意 因为你这样子一折就没有太多了 所以你当刚刚晕染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面晕一点 你看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外面的那一侧 不然就会没有 然后我会选择做一点点的颜头打亮 你也可以用膏光来做 你也可以用这一盘里面的这个颜色来做 一点点就好 因为我的那个眼皮上面的这里已经很亮了 所以我的眼头打亮 我就会选择做一点点 然后呢再把睫毛夹夹一下 睫毛的话呢 我用的是Suku的这个睫毛夹 这个用了好久了 我都还是很喜欢 那一加那个晶晶闪闪的部分就被挡住 所以闪片的地方我会喜欢稍微涂厚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不会涂那个睫毛膏 因为我看到当然这个闪亮片会一点点掉 一点点掉 一个是因为我上升手上的 一个呢就是闪片本来就是会容易比较掉一下的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呢我现在喜欢先涂粉底 然后把眼妆涂了以后我才来涂遮瑕 遮瑕的话呢 就要提到我大厂里面提到的特别爱的这个Suku Suku这个另外一个大厂里面我没有提到的呢 是另外一个遮瑕会搭配一起用 但是我大厂里面我大厂里面没有提它 是我觉得它没有说就是要我拿出来夸 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夸 因为我就很普通 因为很普通嘛 但就是就还不错 但是Suku这个我很能够夸 所以我就拿出来的说了一下 Suku的这个就是扭屁股 然后前面就转出来了 很简单 然后又是眼睛下面 需要有点橙色 云一下这个黑眼圈的那个青色 然后呢再来涂这个 这个是比较偏肥一点点 然后涂一点在这 因为我这里会容易放红 这里都会提亮 然后就用绒脑来抹开 隔壁好容易的吵架了 然后呢我就会来看这个遮瑕拍开 它很自然的就遮掉了我的黑眼圈 它的那个遮瑕的粉感也不会很重 不会说很明显的一块遮瑕的呢 它就是能够和粉底也融入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呢就到了下一部分 就到了遮瑕 不是不是不是黑遮瑕 遮瑕完了以后我喜欢上鼻影 因为整个鼻子这里已经不用再 那个不会再上任何白色的东西了 上半年我用GK上面的那一块 最浅的那个颜色 然后因为它碎了就很麻烦 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个CAMIC的这个鼻影粉 已经被我用凸了 然后这个鼻影呢它还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鼻影 就轻轻的有一点点就差不多了 然后因为我现在最近爱用的高光是液体的高光 也就是大上里面听到那个高光是液体高光 现在那上高涨的东西我才能上后面的阴影啊 和那个就什么呢这个腮红 高光是就是大上里提到的高光就是这个 它的光非常的美 我先拍一边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非常非常的自然 而且这个高光的持久度非常的高 可能因为它是液体高光的原因 在妆整个早上 我没有在下午下午很忙 我没有注意过 但是早上整个去上班中间去上厕所 哇这高光特别美 你看现在和我的皮肤融入的特别的好 看到吗一点点那种高光 这边是自然的这个粉底液的那个光 你待会涂了散粉以后 它还是会非常的自然 点在 脸上大部分东西都要用到美妆蛋来拍开 所以在我心中美妆蛋的发明 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工具 腮红我今年哪怕到冬天 从春天就开始用 到冬天还是依旧爱的 就是addiction的这一个 我最近涂腮红都已经涂到说 今天要不要用它了吧 用这个用的太多了 想用一下别的腮红 别把别的腮红给浪费了 而才用到别的腮红 就这样子涂在脸上 看到吗 我喜欢去涂横条的 然后点一点在这个鼻头上 涂涂的 修容的话我到了 我就随便选一个涂吧 因为今年我没有买新的修容 然后彩妆大厂里面也都没有提到 这个修容其实很好用 我打算用完这个小的 一定挺这么可怕的 就是这样打算用完这个的以后呢 去买个正妆 修得很自然 然后它能够真的就是 有小脸的这么一个效果 大概就这样 很自然的这么一个修容吧 然后最后了 就是我的这个 YUSU的这一支 这个颜色非常的适合秋冬 我喜欢涂完唇膏以后 然后涂完口红以后 用手晕一下 给它晕到外面一点点 就看着会更自然 哦 睫毛膏还没涂 睫毛膏是今年下半年 哎 这个其实睫毛膏 这个东西真的有点作弊 但是怎么说呢 我实在是太有拿出来给大家说了 我怕到了2020年大厂 我就会忘记 所以呢我在大厂里面 有提到过是Deja Vu的这一支 很持久 这个效果 你头上去是这个样 好几个小时之后 它也还是这个样 好 现在我去把头发搞完 那现在呢就是这个装完成的这么一个效果 因为现在是冬天 我的脸没有很出油 所以呢我就不怎么打散粉了 你要干嘛 哎 别别别 太沉了太沉了 太沉了太沉了 没事 我已经把这个setup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 就是我2019年最 你再沉了太沉了 这个妆的效仿的这个程度还是很高的 不是一个很难的 就难度系数没有那么高 基本全脸的所有东西都是彩妆大厂里面提到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支视频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妆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个人的讲话方式 或者是这个视频风格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看youtube更方便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看我的youtube的频道 youtube的话可能会比B站更新的稍微慢 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会更新的 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平时的个人动态的话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解散 散